我们就是想等他有了男朋友之后 我们正好给他一块 就是把这件事给他说了 然后认为他有男朋友 就会把三年前就跟我那段忘掉 但是今天你的姐姐来是向你们俩告白 更该告白的是我们两个 你想向姐姐告白 对 我想让她接受我们两个 不可能 我不接受 你如果要告白 想拆散我们两个 我感觉就没那个必要了 她不接受你的告白 那你就不要认我这姐了 你也不接受她的告白 你父母跟我你都不要了是吗 那你跟她走吧 这是这里出现第一次情况 双方都不想接受对方的告白 我真不建议他们做出选择 就是选择这个男人 因为姐妹俩都非常有私心 当时妹妹其实已经喜欢上了自己的姐夫 如果她没有私心 她一定会 既然跟姐夫沟通之后 觉得这是一场误会 她为什么不去 试图再去让他们俩和好呢 所以你谁都不支持 我不支持 因为这个男人担不起这么大的一个责任 这个分析我觉得还挺有道理 你看她上场之后 基本上很少说话 而且我还想劝一下姐姐 我觉得我给你制个招 你不是想去保护妹妹吗 你保护妹妹最好的方式 就是不要去强拆他们 你去接受他们的告白 她没有让自己痛过 你就让她好好痛一次 痛定思痛 她才知道原来真正爱自己的才是姐姐 姐姐不是在做姐姐这个角色 而是做了妈妈 甚至是做了强势的妈妈的角色 因为妹妹和你是同一辈的 你不可以用父母的角度来去约束她或要求她 更何况感情是自由的 恋爱是自由的 为什么你一定要干涉呢 姐姐一直担心的是 这个男生可能太花心了 所以对她的妹妹不忠 以后会不幸福 可是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今天已经可以把她完全抛下 因为她选择来到完美告白 这样一个舞台上 全部的观众都看到之后 其实你妹妹的位置 在她心目中已经很明确 就是她是我的正牌女友 如果还真的把对方当成是亲人的话 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至少给对方一个说话的机会 听听对方真正的心声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尊重 你可不可以接受他们俩的告白 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至少给对方一个说话的机会 听听对方真正的心声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尊重 是他们俩跟你一个人告白 还是你建议他们姐妹之间先告白 你想怎样 他俩一起吧 他俩一起是吧 给位姐姐狗个掌 面对一个自己 二十多年相处的亲妹妹 和一个曾经的男友 面对着他们俩 手攥着手告白 这是需要勇气的 那接下来就 以这样的方式来互诉忠诚 好吧 来站到那个圈 站到这个圈 接下来是姐姐和妹妹及妹妹的男友之间的告白时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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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